分享健康 分享快乐 分享鱼菜共生 大家好 我是风信子 昨天因为下雨的关系 我只开了一根管子的孔 今天虽然没有下雨 但是天气还是这样 我们四川的天气一到冬天就这样 灰蒙蒙的 今天接着来干 我刚刚已经 把一部分的管子 都开了小孔 定好位了 这个是用 小撞花 先开的一个小孔 这样定好位之后 再开大孔的话 它就不会跑皮 开了一个小孔 就不开了一个小孔 在渡转中 再开到一个小孔 再开了一个小孔 就像开了一个小孔 的小孔 在微转中 做飞子 做飞子 做过廉子 然后再开了一根管子 划了一根管子 就像这样 把响开了一根管子 把这个开孔器中心的这个钻花 插到那个定位的小孔里头去 每次要开好的时候 它就抖得特别厉害 这个时候就要把它稳住了 看看这是开下来的那个小片片 有什么用没 做风铃 开始我转的时候 它老是转一个就卡一个 转的那个片片 老是卡到转头里头 可能是我太用力的压这个手枪转了 这样子它就不会了 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的压这个手枪转 它开的那个就不会卡在里头 所以说什么都需要经验的积累 做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我刚刚正在这边干活呢 打这个孔 下了好几天的雨 突然抬头看看天空 嘿嘿 居然看见南天了 简直是太难得了 看来明天是要出太阳了 看来明天是要出太阳了 我的鞋子都成什么了 上面全部都是灰 我穿这个靴子来开孔 简直是太阴鸣了 要是穿我的毛毛鞋来 那就完蛋了 这些灰全部钻到那些毛毛里头去 都没法亲你了 今天的任务完成 回家啦 我是风信子 喜欢我就关注我 动动手指帮我点赞评论吧